今天是5月3号 11点19分 小林买几桌店 又开始取餐了 从4月22号开年到今天 十多天的时期里头 我今天就在这边 担任一个两菜厨师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 在两菜厨师房就好像回到了20多年前 那会儿刚刚进厨房的这种点植 轻松 愉快 而且可以很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在这十多天里头 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提了 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有一些我们会及时地调整 但有一些我们确实也做不到 举个例子 比如你觉得我们的两菜 不要冲 不要酸 不要酥 不要那么辣 甚至你不要油 我们都可以办到给你调整 就算是我办出来的东西 你觉得吃得不好吃 我马上都可以给你换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态度 另外一部分是有些朋友说的 和你们的饭那么多大的点 我说实话 这个一盒饭五毛钱 好 盒子五毛钱 加起一块钱 那么为何我说的米饭五角钱呢 你可以拿自己的饭和 因为这是石炭 好 石炭 你可以拿自己的饭和 来打饭 我只收你五角钱 留两饭 好 你觉得不够 那么你一块钱 我给你一斤二两饭 未必都还不够嘛 好 我说实话 这个哈 五角钱 好 这么多饭的话 我确实没有办法再做到 往这边加了 好 因为盒子第一个 只有那么大 第二个哈 它的成本也是二百多的 如果你的胃口好 如果觉得我们的菜好吃下饭 那就多买两盒饭嘛 好 而且你如果是觉得饭不够 需要加饭的 是不需要拍饭的 好 直接去加就要的了 第三个我想说的就是 明天五一节就过完了 好 我们线上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当时开业的时候给大家说的 来得到线上的粉丝 享受线上的福利 来不到线上的粉丝 享受我们火焰线上的福利 买什么红油啊 刀啊 那些都有折扣 这本事儿这种 五一节活动就结束了 好 还有就是啥子 要嫌个啰嗦哈 今天整个的小目标哈 是小娘们开十个分店 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那问 好 我能不能来上班哈 我能不能来和你俩一起工作哈 我都欢迎哈 就是我有个原则 很多人问我工资好多钱 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首先应该问你自己 你资好多钱 我的原则就是啥子 比如说你资五千 我给你发五千五到六千 好 为啥子 第一 我希望你成长为 自五千五到六千 这个阶段 给你一个寄生空间 第二个 我觉得哈 找工作也是个方向选择哈 你选择了我 我选择了你 那么又是在这个 以后的过程中 我希望大家长长久久 哈 就像比方我们的开展时间一样的 十一点十九分 我们公司哈 最长的员工黄洁 1998年到现在 25年 真是25年了 好 像你说 你们看到的 他说火儿玩 是不是 穿穿这些 好 我们在公司里面 都是十五年了 他们以前 哈 在很多人上班 甚至三个月半年 也有很多 为啥子在这里 就都稳定下来 第一 我觉得哈 大家相处很愉快 第二个 就是真真实实 年底 有高头 好 欢迎大家到现场来 几楼店来 好 我等着你的 把死呗